大荒活财神屠山景究竟有多有钱 竟能让苍玄为他舍弃小妖 你究竟有多少钱 我没数过 苍玄一个满脑子妹妹的人 竟能为了他的支持放弃小妖 屠山景真是带多有钱呢 首先我们小狐狸 大荒首富那可不是白教的 作为整个大荒最有钱的男人 说个富可敌国一点都不过分 就算号令王在此 杀我也要仔细考虑 屠山市自上古时期 便居住在青秋 世代经商 这整个大荒 没有哪里没有他们屠山家的产业呀 就像当初小妖化名文小六 落脚的清水镇 就有许多产业是他家的 当初小妖药铺被收 她走投无路去求于老板 但这于信 虽在清水镇算半个土皇帝 也只是屠山家的一个奴才 看见景身边的景业 哪也得逼恭逼敬的 就这么说吧 钱对屠山景而言 也就是一个数字 是那种富到根本不拿钱当钱的地步 甚至之前的西安王与浩灵王 都向他们家借过钱 这富有程度 向柳看了只流泪呀 毕竟他卖命获得的闺序水镇 在景那里就是个啥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啊 送人都是按匣子送的 甚至向柳拼了命的 从极北之地获得的冰精 在屠山景那儿 是用来做风铃的 甚至搭配冰精的色彩 刻成各种形状 夏天一挂一院子 哎 就是又好看又凉快 这真的是破天的富贵呀 陈戎一军中毒 向柳想搞到药 还只能找我们小狐狸 没办法 这全大荒 也只有他能搞到呀 而苍玄回到西岩接管和韵时 被武王七王刁难 手下的官员根本不听他的话 对他交代的事尽可能的推诿 但景一开口 那官员就换了一副面孔 恭为至极 而后面小妖因梅林虐杀昏迷 景艳因伤心欲绝 失去求生意志昏迷 但他昏迷最愁的 竟是其他三个男人 活财是没了 苍玄和风龙天天因为钱才发愁 而向柳也因为没钱 天天看着凉草叹气 还好景就昏迷了37年 但凡再多几年 这几个男人怕不是要穷的去卖艺了 还好景一醒 就立马给苍玄把钱续上了 还给我们宝宝蛇 把过去37年的粮草补上了 真的 要是没有景对苍玄的金钱支持 她的夺权之路 她是要因为没钱 中兆崩足了 我们小狐狸 那真的是大荒好老公典范 手里有钱 眼里有活 心里有人脾气稳定 这谁看了不想家呀 小妖竟是大荒第一贵女 和她比阿念啥都不算 小妖作为浩玲王与西岩王姬的女儿 一出生就是浩玲大王姬 这已经超越全大荒99.99%的人了 但谁能想到 她的真实身份竟比这还尊贵 当年赤臣与西凌恒两情相悦 但阿恒又与国家大义 不得不履行婚约嫁给浩玲王 所以也让小妖有了个养父浩玲王 因她对西凌恒情根深重 所以哪怕小妖不是她的女儿 还是自愿抚养她长大 给她犹如亲女儿般的疼爱 但小妖的长相尤其是那一双眼睛 太像赤臣了 所以在她切回大号后 浩玲王的开心一闪而过 剩下的全都是担忧 毕竟自己当初与西凌恒 为小妖种下柱檐花 就是为了掩盖她的容貌 如今这封印解开 凭借这一相貌 她是要引来大祸端 而小妖的亲父赤臣 是陈戎大将军 虽然在西岩那边名声不咋地 但对于被灭国的陈戎而言 是保卫国家的大英雄 小妖的母亲西凌恒 是西岩王与王后雷祖的唯一女儿 因此非常受宠 当年她连维寿命 成了王纪大将军 帮助西岩歼灭陈戎 所以在西岩人民眼中 她的形象高大无比 这也让她的女儿小妖 在西岩也可以获得 非比寻常的荣耀 而小妖的外祖母雷祖 出身西凌氏 西凌氏是中原四大世家之一 所以小妖母亲 才会在化名时选择西凌作性 而小妖在真实身世暴露后 也选择改姓西凌 从号灵九妖变成了西凌九妖 雷祖是整个西凌氏 极为尊贵的女性 与当年的陈戎王和御山王母 都是败靶子的关系 所以小妖在中原颇受尊重 靠的可不是西岩王或者号灵王 而是凭借自己外祖母的身份 所以和小妖这个四重身份拥有者 阿念这个号灵二王姬 还是不够看呢 花絮里的梅里虐杀有多虐 杨子你是会演的 我跟志陈没有关系 你弄错了 不是杨子谁教你这么演的 是打算虐死我吗 妖说长相思最虐心片段 梅林虐杀必定榜上有名 这是一场针对小妖的谋杀 在小妖恢复王姬身份后 因着与赤臣过分相似的样貌 就被盯上了 但凶手们迟迟没有动手 是因为不确定小妖的父亲 到底是谁 但因着陈戎心悦的一个玩笑 让防风贝给小妖 幻化出了一身红衣与梅花 使得她与赤臣的轮廓更加相似 也让木斐终于确定她就是自己的仇人之女 小妖被困在梅林当中 那些梅树仿佛活了过来 狠狠地抽打她 她想逃 却又被地上冒出的枝条刺穿了脚 小妖无力自保 却用自己手中的匕首 生生刺死了两只怪兽 本以为这场刺杀终于结束了 却被梅林之条困住手脚掉在半空 她的手脚都被雪花的利刃刺穿 但她仍然忍着疼痛 平静地说 我爹是号灵王 但木斐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她的眼中只有自己已经死去的家人 觉得小妖的说辞 不过是畏惧死亡的谎言 木斐挥挥手 将漫天飞舞的梅花 化作梅花镖 盯向小妖 她的血像雨一样洒在梅林 小妖就那样被吊在空中 脸上还带着不解 花絮中 杨子江这段演绎得非常到位 无论是出入阵法 发现一样的冷静谨慎 还是被藤条抽打时的慌张 还有杀死野兽后 冲着阴暗处的嘶吼的愤怒 以及被梅花镖刺穿身体后的无助 和最后都没有明白 为何自己要被这样对待的疑惑 全程无事物表演 姊妹的演技真的没话说呀 从香蜜沉沉进入霜中的锦蜜 到长相思中的小妖 经过几年的魔力 使得她的演技更加成熟 梅林虐杀 虽全程没有如同锦蜜大婚 杀死凤凰时痛彻心扉的哭泣 却给人感同身受的痛苦感 从奋力厮杀到身心剧痛 一边忍受身体上的疼痛 一边驳斥凶手 小妖从始至终 都在强调自己是浩灵王的女儿 她是浩灵的大王鸡 但她内心还是有一丝恐慌的 在她的潜意识中 还是害怕自己不是父亲的女儿 杨子对小妖的内心变化 拿捏得非常到位 真的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那我们朝了为难吃好 我们只能有不同意的